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 那零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零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两千 但那零一千的去了掘开地 埋藏了主人的银子 过了许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那零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 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 请看我又多赚了五千 主人对他说 很好 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零一千的也来 那零一千的也来 说主啊你交给我两千银子 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 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他的主人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 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当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多过他这一千来 给那有一万的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